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确一个城市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讲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独具魅力的城市不仅能吸引当地人留下来 在这里生根发芽也会吸引很多外地人到这里来感受着这里别样的风情和故事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城市是中国的上海和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然而我们台上的两位跟我们讲述故事的嘉宾也不是上海人更不是墨尔本人 但是他们却对这两个地方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和情感 我为您介绍她是北京电台节目主持人白杰 还有首席旅游体验师好娜 来 先找上有请二位吧 欢迎白杰 欢迎好娜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首先我得问问白杰你是哪人 其实我自己家乡就是我的祖籍其实是北方人 是山西人 山西人 对 是中原的汉子 算是吧 对 好娜大家一看就是典型的中国面孔 中国女孩哪人呢 我是天津人 天津人 天津位的 也不是 我在上海住了三年 上海住了三年 待会聊上海的时候她也有发言权 而且呢 大家看我们台上做两位嘉宾我也没忽悠大家 确实我们聊的是墨尔本和上海 俩人这个都是属于外来客 都属于在那的游客 但是是什么魅力信了两个人 一次再次的去到那里 让两个人想要今天坐在我们城市一对一的演播室 讲述那的故事呢 话不多说了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走进上海 看看那儿的美食 上海地处中国最漫长海岸线的最正宗 气候宜人 刺激常青 丰富的物产和浓郁的历史文化 养成了上海人会吃 爱吃 讲究吃的传统 而如果要品尝各种精美的上海小吃 还是要到城隍庙来 城隍庙因为每年繁华的庙会 成为了上海小吃的集散地 现在这里每天都要接待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游客 其中大部分的目的只有一个 到城隍庙大块多一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上海城隍庙里面真是人潮如知热闹非凡 而且空气当中到处弥漫着小吃的清香 以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有朋友给我推荐说城隍庙里面有一家南乡馒头店的馒头特别好吃 没有尝过 今天特地来这里尝个新鲜 既然是要吃明小吃嘛 排个队没有关系 排队吧 排这么长的队 难道只是为这家店出了名的馒头 没错 这馒头可不是普通的馒头 它其实是十足肉馅的小红包子 上海本地人对包子也一律称呼为馒头 上海南乡小笼包亦有百年历史 皮薄 汁多 味鲜 这正是南乡小笼包以引自豪的特点 它的制作是将肉馅中拌入极鲜美的蟹黄 再加入炖好的鸡汤回馅 在师傅的巧手下 非常精致玲珑的小包子就出容了 不用打广告 食客们自是寻味而来 拿牌上半条街的队 等的就是一毛口笼 别看这包子小啊 肉还不少 就这家南乡馒头店 每天卖这样的小馒头小包子 一天就要卖五六万个 这么大一点小馒头 里面这么多肉 好吃 看来增子所言极是 包子有肉 它不在褶上 我说呢 这小冬这期节目矿工上哪去了 感情是上这个城隍庙 寻这南乡小笼包去了 吃下吧 你是哪一年去上海的 其实说起跟上海的这个缘分 大概是应该是在2003年的时候 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然后就那边就邀请我去工作了几年 四年 四年 四年应该也算是一个年轻的上海人了 是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变不了的就是那个胃口 可能北方人吧 到了上海那个地方去吃他那东西 总有点胃口伤的不太习惯 我觉得胃口不是关键 关键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 真的 那你讲讲你吃不饱的这个体验 其实我 我其实刚去的时候就想吃上海菜 就比较典型的上海菜 然后就问你 你们这个大概有什么好吃的 说了好 我说行吧 因为在北方吃饭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个人或两个人 点两到三个菜就差不多了吧 是吧 但是去了以后发现 好嘛 都这么小的点 然后来一碗米饭 米饭都这么小一碗 所以说对于北方人来说 我觉得基本上吃不饱 虽然一开始在上海吃不饱 也吃不惯 但是现在还能够接受一些 你给大家推荐一个 你在上海觉得 一饿了就会想到的 你最喜欢的食品 一饿了就想到的是吧 生煎包 你喜欢 生煎包我喜欢 他们有一家叫小羊生煎的 现在是不是大家还 现在已经不在乌江路上了 对 乌江路现在拆掉了 但是我刚去的时候 我吃那个小羊生煎 虚之若鹜 对 我说我一定得吃 然后我就买了 买了一档 所以吃 因为吃这个生煎包 它是有先后顺性的 没错 但是我们一开始吃不绕 我就吃 我一咬 北方人吃东西比较好爽 你旁边有人 是吧 大喝一声一柴 包子我要吃 一咬 得 一口汁直接啪 湯汁特别多 所以为什么要有顺序 是吧 是 正确的吃法应该是 正确的吃法应该是 咬一小口 然后让它凉一凉 那气稍微冒一冒 然后呢 吸一口汤汁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所以我小过 我当时吃到时候 幸非是我一个人吃的 要不然对面有一个人 所以你旁边有人吗 对 伤了别人 还伤了自己 对 看来这东西好吃 但是这个好像在上海吃东西 你性子不能急 不能急 你得慢下来 你得一点点的品 对 我得向二位印证一下 谁知道谁告诉我 好 因为有朋友说这个上海人 精致到什么程度 每年到了这个秋天 吃大闸蟹的时候 他们一只蟹就是大黄酒 就是黄酒 能吃一天 这个慢慢的课 这个是这样吗 真的这么精致吗 从我的了解来看的话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只能说他们吃的不是很熟练 就说到这个大闸蟹 又是我心痛一痛 你说说 对 就是以前 可能那个 那你还好点 就是因为天津人 天津味可能还吃点大螃蟹 海鲜叮点 我就是其实以前 就吃海鲜吃的比较少 但是去上海之后 就是到秋天 泄肥的时候 大家都要组这么一局 什么局 吃螃蟹局 蟹炼 对蟹炼 要不然你就大家伙一块自驾游 开车上那个阳城湖去 要不然就是自个儿买点螃蟹 就到某个同事或朋友家里 煮这么一锅 然后开始吃 但是其实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他们当时分一个人四只 一个人四只 不少了 不少了 基本上我吃完第一局 剩下三只全都给别人了 为什么 因为别人不让我吃了 你吃这玩意太浪费了 不会吃 会吃的就是 你看会吃的讲究上还是怎么吃 他们有那个甚至有一套工具 对 钳子什么的 对 然后我听到 这个我没亲眼见过 我听到我最厉害的一次是 吃完一只大闸蟹以后 把整只大闸蟹组装成原来的样子 我听说的 我说喝了就好吗 变形金刚了 行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我吃基本上就是把壳一巴 三口两口 然后最后其实肉没吃多少 对对对 所以判断你是不是地道的上海人 还是一个外地人 你先不用讲话 你吃一只蟹 可能人家就能感觉得到 像看出来的 墨尔本的平民美食 原来是这样的口味 这个东西挺励志的 上海的弄堂里 原来还隐藏着这样的趣味小店 类似于一个动漫主题的咖啡馆 城市一对一 精彩继续 这个真的是 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天津人 然后从小就吃蟹 已经成为是我的一个生活必须的样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 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那儿的吃的 好那吃起来 是不是这么得心手 不一定了 我们看个短片 墨尔本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岸 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我们的嘉宾旅游体验师 好那心中最爱的城市 虽然以旅游为职业的好那 周游世界各地 但他却对墨尔本情有独钟 可见墨尔本的魅力所在 一到墨尔本 好那便为这里满眼的绿色吸引了 这里的绿化覆盖率高达40% 号称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除了城市里优美的环境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也给好那留下了深刻印象 驾车奔驰在澳大利亚的著名景点 大洋路上 沿岸撞过的波浪 和笔直的绝壁 使人惊叹不一 如果坚持菜到终点 就会看到耸立在海上的十二门图石 巨型的原著形态特异 西洋斜照 寻鸟飞舞 真是难得一见的独特美景 除了欣赏壮丽的景色 吃当然是旅游中必不可少的体验 因为是移民城市 所以在墨尔本 你可以品尝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顶级美食 不过好那最喜欢的却是一种号称是澳大利亚国民食品的平民美味 那到底是什么呢 平民美味 没错 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完全不知道它 这我也没见过 不知道 这个是呢 这个是就是说澳洲人 尤其是墨尔本人 他们最值得骄傲 自己最值得骄傲的这么一种早餐美食 它叫做veggie mat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就是早餐用于抹面标的一种酵母酱 它号称是富含就是丰富的维他命B 维他命B群这样子 就相当于说欧洲人可能吃早餐的时候 必须要抹一些 像法国人就是喜欢抹那个鹅干酱在面包上 是这一种 对对 美国人喜欢抹butter 红油这样子 让老北京人愿意抹点这个臭豆腐 酱豆腐之类 吃这个东西吧 对 这个口味你自己 你做了一个外国人 你能接受吗 这个酱的话 确实是口味比较特别 当时那个导游就带着我们去 连飞去品尝这个veggie mat 然后尝了之后 他当时也是把面包切成了小块 然后抹上 让每个人尝一片 然后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表情尝尝 他端了一大盘子 那今天这样吧 我想我跟白杰都是头盔厅 对对对 如果吃了也必须是头盔厂 对不对 好 好 好 有没有这个勇气 行 没关系 我们这嘉宾许有嘉宾 观众许有观众 咱一块尝尝这 渤来的澳大利亚的veggie mat 我们是不是能够一下子接受它 来 调一提 好吃的话就我全吃了 行 调一提 送你一瓶酱 我定了 娜娜给咱做面包 调一下 你看这个很明显嘛 这个是啤酒嘛 这个待会让娜娜娜给咱介绍一下 呼吸 你闻到了吗 有点 酸酸的味道 哎呀 我觉得这太少了 尝不出了 哎呀 我觉得这太少了 尝不出了 来 还好 你给我那一管 我直接全吃了都 好吃 好吃 大伙子想给你们 谁说好吃 大伙子想给你们 你先说 你先说吧 你觉得什么 我先不能说 我说完他们都不吃了 我们先让他们吃 特好吃 真的 特好吃 特好吃 哎呀 多急啊 给抹匀了 来 你帮我抹好吗 来 然后我来 我们启动手给大家做这个 澳大利亚人的早餐 特别是青少年最喜欢的早餐 真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挺励志的 吃完了以后 你觉得一天我就 没有什么苦 是吃不了的 开玩笑 其实还不错 还不错 这个我们都磨好了 对 我们传过去吧 大家自己掰着吃吧 掰一下 我们都是用手掰的 来 谁 谁有心 新鲜食品 吃食需谨慎 趁着大家吃这个 面貌片的时候 其实重要的是 尝的这个酱 我们再请 好娜给大家介绍一下 桌上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好好说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是当地一个特别流行的 就是啤酒 叫做Victoria Bitter 就是维多利亚苦 维多利亚苦 它当时呢 我为什么对它这么感兴趣呢 是因为当时我在墨尔本走的时候啊 它满大街 然后都是这个关于这个VB 巨大的那种广告在街上 所以当时正好我赶上的是圣诞 它有一个餐厅正在做圣诞的套餐 所以当时我就 我就说 我就看这个圣诞套餐里面 也可以加两奥币然后去尝这个 但是就很高兴 我说哇终于可以尝到Victoria Bitter 结果到了那边之后 打开之后我喝了之后 我觉得很开心 其实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的那种味道 但是当时等我喝完之后 我的墨尔本当地的朋友跟我讲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VB都是什么样的人喝吗 我们说是那种非常非常的工人阶级 就是那种马头工 这种鸡肉男 就是这样 包了之后一箱子空坐在那 快开一个人喝那种 那如果说那个酱是平民酱 这个就是平民饮料 就是吧 就是就一块那个 然后喝两盆这个 对 你开车来了吗 相当猛 我没事 那我们让你喝喝 行 你平时酒量怎么样 白杰 这也不敢说 真的 因为人们都说 你要说我酒量还不错 那你这个回头准要被灌倒 那你随意好不好 行 我随意 我就来随便饮 咱们观众有没有想尝尝这个啤酒的 有哈 小伙子 你没开车吧 我去给他 你品着点 你这一口就进去了 来 咱俩咱俩就干了 对 我觉得是 是 这两个应该混着喝 是吧 它这个好像就是啤酒花比较苦 对 对 稍微有一点点苦 如果人喜欢喝淡啤酒的人 可能喝这个 不太喜欢 对 但是到后来就成为一种年轻人的时尚 然后很多年轻人就是买这种专门应有VB 巨大的一个VB的T恤 那种很紧身 很性感的 然后穿着去party 然后这个VGMAT也有很多人可能穿了一件很大的一个黄袍 然后去参加什么各种万圣节呀 各种party 各种舞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点外国朋友做得好 如果是我们中国人 咱也穿着写着二锅筒 和一袍写着酱 豆腐 多自豪啊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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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准备一个话筒 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吃喝的感受 来 谁先说说吃了这酵母酱的感受 当时入口是有点苦 因为我是在南方长大的从小吃苦瓜吃惯了 没觉得很难吃 过后觉得嘴里好像后味了 觉得还不错了 吃过以后嘴里的感觉挺好的 有点意犹未尽 好 谢谢 谢谢 待会儿这个可以考虑送给您 有没有就不能接受的 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吧 我吃着好咸呢 有点像俘虏 很接受的那样 俘虏 对 那你那块已经占多了 对 确实 好 我要问问丁教授了 丁教授也是一位社会学者 觉得这个酒喝起来有危险呢 真的有危险 就是假如说有人要害你的话 他在你的酒里边搁了点药 你是分辨不出来的你知道吗 就苦到那个程度吗 对 我的感觉就是有人吃纸腾片吃不下去 然后把那个纸腾片融化在那个啤酒里 然后让你这么喝 本来吧 我是不想喝酒的 您这么说就苦到这个形容 我必须要试一下 那肯定里边搁了药了那种感觉 所以一定得小心下次跟人喝 是吧 没错吧 你得确保给你酒的人 你得信任他才行 就是那种不含糖衣的药片 你拿水冲 对对对 糖衣衣都给你洗掉了 对 没错 够土的 是是是 所以这喝这酒是不是有点危险呢 危险 有点危险 那您说吃这酱就安全吗 吃这酱我感觉就是 把那个酱油干给它弄堆点水 抹的那个面包上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中国人一下子 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是 得做做思想工作 然后他足够的信任你了 他在允许你往他的酒里下点药 好嘞 谢谢 谢谢丁教授的精彩感受 这个看来外国的食品有的人能够接受 有的人一下子接受不了 没关系 因为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吃这个长大的 那我们今天嘉宾席呢也请来了这个吴浩 吴浩呢这个非常年轻的姑娘 但是在这个澳大利亚墨尔本有多年的生活经历了 跟我们讲讲是不是到了那边这两种食品而言 一下子也像我们一样不太容易接受啊 的确是这样的 娜娜其实也抓住了精髓啊 一上来就介绍这么两个非常地道 又非常像难以接受的小吃 其实澳洲因为是移民国家 刚才影片里也介绍了 就是各个国家的美食在墨尔本水准都非常高 但是澳洲本土的美食还真不太多 最传统的就属于牛肉 对牛肉馅饼 这牛肉馅饼是一桶称 那么里面有很多口味 牛肉的 鸡肉蘑菇的 牛肉圆葱的 牛肉奶酪的 全素的 菠菜的 什么都有 然后最 我想最应该去的地方就是那种 就是小镇 小镇里面的这种牛肉派 都是自家制的 然后馅料啊都是自家制的 并且他们那个小店都是 经营了好多年 然后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吃了就会翘大拇指 它给你几个派 你就能吃完几个派 我问一个问题 是就是你想吃什么馅儿 点什么馅儿都有 还是它可能每家店都专营的都不一样 基本上大类大体的种类都差不多 但是每家店可能会有一两个 它自己的特色 它做好了就 放在那个可以就是保温的地方 所以你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热热的 刚才这个吴浩在跟我们介绍 这种馅儿饼的时候 让我想起了咱们上海的生煎馒头 就像这个白姐给咱介绍的 完全不一样 人家这个像月饼一样厚 就好像个儿要大得多 但是在上海呢 那样一个生煎馒头 可能就那么一点点 所以人家这个精致不光是穿着外在的 系到这个入口的 可能还有很多精致的地方 而且形容上海人 或者上海这个城市 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个词 洋气 白姐会推荐什么样的上海特色小店 那这个酒吧又在就是 弄堂里面 弄堂里面 整个你进去以后 你也分不清楚 我到底是在回家还是在去玩 好呢 又对墨尔本什么地方情有不忠 这个是被我认为就是说 是会被墨尔本所有的这个官方攻略 还有我们这边最小的官方攻略 所忽略到的一个景点 城市一对一 精彩继续 一曲激昂的上海滩 成为了很多人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首要窗口 外滩西侧气势磅礴的万国建筑群 肯定是上海最著名的符号之一了 而对于在上海生活了四年的白节来说 田子坊却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因为来到这里他会发现上海最亲切温和和操杂的一面 田子坊这个名字其实是画家黄勇玉 几年前给这救命堂起的哑道 1998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马路集市 后来著名画家陈亦飞耳东强等先后入住 为默默无闻的小街吹起了艺术之风 走在田子坊迂回穿行在霓虹般的弄堂里 一家家特色小店和艺术作坊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跳入了你的视线 在闲散的下午来到这里 就这弄堂里的袭袭凉风 明媚的阳光铺在地上 空中满是慵懒的咖啡香味 这是大有偷德福生万日闲的意境 白雪住了那么多年 包括娜娜在那儿也有三年了 上海人 地道的上海人 如果我要感受一下城市的风格去看景 人家上哪儿玩 其实上海就是我觉得老一些的时候就是那个叫石库门吧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时代的变迁把一些石库门进行了一些改造 其实石库门就相当于北京的糊涂 就是以前就是老百姓自己住的地方 对屋里香吧 是 后来一改呢发现 这改的是特别的有味道 就是田子榜的话就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可能就现在说的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文艺青年可能会比较行 没错 文艺范儿更浓一点 对 它有的地方它保留了原来一些就是老上海人住的一个住宅区 那这个酒吧又在就是一些 弄堂里面 弄堂里面 然后就整个你进去以后你也分不清楚我到底是在回家还是在去玩 就是这个感觉 看下边就是酒吧 可能上面就是还是有人在住在那边晾衣服 对 挂杆 那个杆还会有啊 撕出来那种啊 是 那个内衣内裤啊什么的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 就很有生活气息 你可以感受 那老百姓不嫌吵吗 因为它其实田子榜并不是一个特别吵的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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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区 它还是属于就是安静的 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 它的真正特色其实在于那一家一家的小店 对对对 小的咖啡馆 小的酒吧 是这样 不是那种就我们想当中的包子大吃那种酒吧 不是包子大吃 就不是那种 奥巴江南菜 不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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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开心了 我就知道有一家是那个叫 就是泰迪 泰迪小学 我超喜欢那家 你应该知道那家 二层的那个阳台的那个位置 它是有就是类似于一个动漫主题的咖啡馆 对对对 两层楼 然后就是很就是店面整个装饰的就很很可爱 啊 充满了熊 就是你会看到 到处每个角落里 都有很多太迪熊 大的小的这样子 就如果你喜欢太迪熊这个玩具本身 你就可以到那个酒吧去感受一下那样的主题 是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请来了这两个非常时尚的青年 太对了 给我们很多要去上海的朋友开了一个新的窗户 知道如果你要去那玩 你要去那些 有点边边角角旁门左道的胡同里 很多能逃到那种原居原味的上海风情 是的 那这样吧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去看看墨尔本的美丽品色 在澳大利亚人民心中 墨尔本和悉尼完全不同 第一大城市悉尼虽然繁华 但商业气息浓扣 而墨尔本却是他们心中不折不扣的文化首都了 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叮当的有轨电车 体会平民生活 也可以去1880年的世博场馆皇家展览中心 体会古老与繁华 可以在有一百多年历史的 弗林德斯火车站的大中下 和朋友们不见不散 更可以去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发现历史品味生活 千万别以为 墨尔本只能呈现怀旧风景 由于这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外来移民 所以墨尔本也充满了多元和创意的色彩 在墨尔本街头随处可见这种夸张又精彩的街头涂鸭 维多利亚港区码头还能见到各种清新创意的雕塑群 或者干脆像好那一样 在联邦广场待上一天 喝杯咖啡欣赏创意的建筑 光看路边聊眼 真是想不快乐都难 然而在好那心中 有一处经常被游客忽视 但绝对值得一看的地方 从外面还真看不出个所以然 大家猜一猜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娜娜给我们出了个题 就是这地儿是做什么用的是这样吧 对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观众朋友们谁猜一猜 踊跃的没关系 照相或者休息 照相馆 休息室 健身 健身房 好 那跑步机搁哪了 我猜 反正是健身房 好嘞 我也猜一个吧 你猜 好 我猜是 刚才定下答案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我想说是电影院 其实呢 我觉得主持人的那个答案是最接近的 真的 因为呢 就是它这个范畴确实是艺术类的 艺术文化类的 它是剧院 它叫做墨尔本剧院公司 它公司也在这里 剧院也在这里 那我这还靠点儿谱 非常靠谱 它外面是一个就是 是一个纯黑色的建筑 而且这个黑色的建筑 它的那个造型是不规则的 它不是一个方块 它肯定有很多的就是棱角啊 菱形啊 整个是个不规则的 而且在外边还有很多 你看看那个白色的管子 白色的管子 另外呢还有一些那种各种颜色的网子 什么蓝的绿的红的 就乍一看很像是一个垃圾框 这个建筑是我当时在那个就是不拿地图抱走的时候发现的 哦 然后这个是被我认为就是说 是会被墨尔本所有的就是官方攻略 还有我们这边介绍的官方攻略所忽略到的一个景点 但是呢恰恰我觉得它是最能够反映墨尔本这座城市它本身的一个性格 还有建筑风格的一个地方 嗯 老实说啊这跟我印象当中的墨尔本的建筑 我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因为是一个海滨城的事嘛 嗯嗯 我就快想的很闲散很度假 或者说有一些历史这样的建筑 古老一点的 嗯嗯 这个夏威夷一点传说 小清新的 清新的 很浪漫的 很像到了希腊式的那种 牌鸟啊薯条啊 但这个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现代 吴浩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剧院 呃居院本身参观过 但是除了这一家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 我也非常愿意介绍给大家 呃这个就是维多利亚国立艺术馆 平常日子一般放假啊 呃墨尔本 墨尔本人挨家挨户的 大家都非常愿意去这个地方 而且大部分展览都是免费的 这是什么这个 是一个波 它那个玻璃墙 它外面是一个可以流水的一个水墨 哦水墨 哦 然后进来了以后就是这一排 非常有艺术特点的小人 嗯 然后里面会有澳大利亚的国宝啊 名画家 Roger Camp的一些大型创作 你可以经常看到 喜欢他作品的人呢 就直接躺在地上 往天幕上看 啊 一看看个十几分钟啊 就一直躺在那边看 很悠闲的 这种欣赏的状态 本身就很让人羡慕 这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墨尔本跟上海 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就是他作为一个海滨的城市 可能人们的那个生活的理念 我可能是要去去享受 享受生活 可能去去这样的感觉更多一些 嗯 上海人可能活的就相对来说 至少我觉得可能就比较忙碌一些 嗯 大家每天都要忙着向前赶 这样的上海方言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其实我觉得 按老北京的话来讲 就是天二毛比头还精 这样的狂欢盛会 你能抵挡住诱惑吗 听交响音乐会 甚至那个头是要比听交响音乐 带的要漂亮多了 那边的男士都会戴一个墨镜 感觉特别酷 每个人都像贝克汉姆那样 听嘉宾唱谈双城议事 看双城文化各有不同 城市一对一精彩继续 澳大利亚摩尔本有一个著名的节日是吧 对叫做赛马节 给大家讲讲 赛马节的话 它就是每年的11月份开始 就是全城的人都会出来 然后去那边堵马 就以前尽情欢乐 到那边去就是说吃东西啊 然后呢聚聚会 然后总是堵马 赛马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节日里呢 最大的一个亮点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第一张照片 就是全城的帅哥美女都会出来 而且盛装出席 所有的男士都会穿着就是正装的西装 或者说是赛马的衣服 赛马的那种服装 而所有的美眉都会戴上那种 蒸汽豆艳的头饰 还有就是帽子 所以那天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养眼的 哇 不光是你哈 这个我们坐在这儿 光看这几个图片都已经够养眼的了 是 这个帽子整个成了这个浑身的亮点 没错 你知道说这赛马吧 应该是就是 对老一辈的贵族来讲是这么一个活动 对对对 所以他们今天这样一种打扮 其实也是对这个过往的一种怎么讲 一种沿袭 嗯哼 你到那儿要参与的话 你是不是也要这么盛装 我必须要就是盛装出席 但是我当时是因为是一个背包客嘛 嗯 我当时也在环游世界有背包 但是呢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就害羞 对对对 就是只是穿理由 没有办法我不能再买一张高跟 那个帽子是在那个摩尔本的奥特莱斯买的 都是到那边才献天智的 是一个狂欢节的项目 对的对的 我觉得如果光说让我去参加赛马节 我肯定穿的是运动休闲 因为我觉得是像运动 运动类型 但是你没想到吧 人家会穿的这个非常讲究 很绅士很淑女的去参加 感觉就像是多来美出行一样 对像一个宴会就像听交响音乐会 甚至那个头是要比听交响音乐带的要漂亮多了 没错 而且所有的那边的男士都会戴一个墨镜 感觉特别酷 每个人都像贝克汉姆那样 一个大的一个时尚的一个party 没错没错 时尚圣典 明白了 如果这个要到墨尔本去看漂亮的姑娘 帅气的小伙 就去赛马节上广 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丁教授 特别是刚才白杰说的那个观点 两个城市 可能老百姓生活的一个状态 直接反映了这个城市本身的一种气质 两个城市都是迅速发起来的 对 它都是在那个河的那个入海口 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两个城市 它肯定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墨尔本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新金山 大家都知道那个旧金山是美国的San Francisco 实际上是新金山就是墨尔本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到那去淘金 当然大家都是像到上海去淘金一样 也都是十里洋场能够到那去挣钱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 这两个城市还是有所不同 不同的是上海依然是那么的拥挤 竞争也是很激烈 但是呢 墨尔本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原来它是澳大利亚的首都 后来首都就搬走了 然后澳大利亚人开始 墨尔本人就开始闲视下来了 这是闲视下来了以后 他就开始思考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我相信呢 在这个事情上 墨尔本人可能比上海人先走一步 所以他们对这个艺术的追求 可能现在变得非常的 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就说这种艺术的追求 大概是墨尔本人给我的印象 非常深刻的一个事情了 好 谢谢丁教授 这期节目有意思 美食美景又收到了一种生活方式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生活就离不开人 我觉得咱得谈谈人 好 这个白姐你先说说吧 因为咱们老百姓这个外地人 对当地人都会有一种 自己固定模式的理解 是的 比如说去上海之前 你可能对上海人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是 给我们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有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在我去上海之前 就是还没有去很深刻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时候 对上海的印象大概是影视剧这一方面 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平常看小品 你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上海人说话 都应该是 哎呀你怎么会私听啊 你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样 总觉得是这样说话的 对了白姐 说到这个上海方言 我相信咱们有过在上海旅游经历的朋友 这个上海人讲话好听 节奏也快 但说什么 除了这个能是你的意思之外 很多地道的上海话咱是听不懂的 就我刚去的时候就是 就是当时接待我的一个老师 就我进台的时候一个老师 当时他见我的第一面的时候 开始跟我的第一句话 是说 能就是白姐的吗 我说也说的不夭准啊 能就是白姐的吗 我说 我大概听明白了 就是你就是白姐对吗 对吧 我说是的 然后他开始接下来全都是上海话 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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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我一句没有听懂啊 大概20分钟以后 能小的吗 那你怎么回答 小的小的 你还挺能不懂张总 没有就是 其实就是 你完全听不懂他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你现在怎么样 就包括坐车 坐公车你也会坐过站 因为他可能有时候提醒你 当然后来就是 慢慢的就是推广普通话 可能现在好多 推广普通话 有的时候因为他 他讲普通话也讲的 不是特别地道 所以说你也听不明白 方言他有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误会 就比方说 我刚去上海的时候 他有上海的朋友 就刚认识的 他说白姐我教你一句话 说你这个话 你拿去夸那个女孩 然后他一定特开心 你跟女孩讲 他一定特别高兴 我说行 我说你教我两句 先教一句简单的 行 今早雅刀阿拉一刀去枯顶好啊 什么意思 大家都听明白了 什么意思 今早雅刀阿拉一刀去枯顶好啊 还是简单的 今早雅刀就是今天 雅刀就是晚上 阿拉就是我们 一到就一起去枯顶好啊 就是看电影好吗 就是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 这挺好的 我说这不错 行就学了一句了 然后我说再深深一层次的 我们俩看完电影了 是吧 也关系处得不错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恋爱 这个阶段该怎么办 我说再教你一句 好学了 然后第二句学完以后 我就真的就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人试验了一下 一个上海的一个 还不是女孩啊 我们电台一个老师 年纪比较大的 四十几岁了啊 我说那个 我们叫她何妈妈 我说 何妈妈来来来来 我说那个我有一句话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跟你说了以后 你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他说好啊 你上海话 你说 然后我就把我学到的第二句话 跟他说了 他说完之后 他说白姐 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这句话 上海话的意思是 你肯给我生小孩吗 后来我再找到我上海这个朋友 我说我 我谢谢你啊 我说我谢谢你啊 不过你怪不了人家 你说看完电影要下一步了吗 人家这比你想得长远一些 所以就是 这里它会产生些误会 如果你对这个方言不了解 确实是 有很多跟我们普通话的语气是不一样的 好吧 那既然这个上海话很容易让人误会 但它很好听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给大家出一点上海的方言 咱们观众朋友们来猜一猜 在上海 这样几个字 说这么一个音 到底是啥意思 好 来看看 门槛 这不能还不能用那个儿话音 门槛金 哪位观众朋友 选哪个 聪明 为什么呀 金啊 这有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按老北京的话来讲 就是贴上毛饼猴还精 对 猛听金 那这个上海话就叫门槛金 来我们第二个 老科拉 标准的读法是什么 老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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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来那个小伙子你来吧 单身贵族 单身贵族 你是从钻石王老五上衍生来的吗 都有个老科拉 就是单身的单身的就老了 就老 然后克拉可能跟钻石的这个重量 你还挺会联想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设想 看看他原本的意思 卡拉 对 还真是卡拉是色彩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到了一定岁数了 但是穿的还很时髦很光鲜 就是老科拉 老科拉 这个词就是现在上海有一个 他有自己的一个主持人叫 奥林什么 那个老师 他就是一个代表 就是年纪很大了 但是呢 他依然保持着衣着光鲜 就比如说我要穿那个地道的考究的西服 要穿名贵的皮鞋 现在上海人他也分 新派上海人和老派的上海人 就是不一样的 可能老的上海人 他还是会坚持自己原来的一些生活态度 很市民的 这种有一些 像张岸玲说的 有一些世俗的 这样的一个上海 就比如说我在上海逛小店 刚刚说去那个天字坊 就打个比方说我去逛小店 然后正好碰到有一个就是店主 他是我的粉丝 就是他以前也听过我节目 也见过我本人 就是说 哎呀就认出你来了 哎呀白姐我好喜欢你啊 怎样怎样 我以前一直听你节目怎么怎么怎么 聊了半天 你喜欢什么随便看 然后我在我的印象的时候 我觉得哎呀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他应该是送我一个什么机械品 当然 然后我挑了几样东西之后 他说给你打个九折 对 当然这是其实体现一个个性态度的 对 但是好的一面我是觉得说 就是 他也有 我之前可能觉得就是不好的一面 但是去的以后你会发现 其实守时 办事比较靠谱 对 这都是他的一些优点 是的 对吧 你可能比如说一个上海人 如果他答应你做一件事情以后 我说某某 这件事情我交给你 你帮我去办 如果他没有答应你 他会说哎呀那你让我想一下 或者说你等我回复 嗯 但是如果他跟你说这件事情 啊我帮弄搞定 我帮弄搞定 帮弄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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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一般不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话的话 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八九不一时 哦 所以啊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人 你还得走近他 你得跟他交朋友 无论是有快乐的故事也好 不快乐的故事也好 你得亲身的去体验你 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就跟谈恋爱似的是吧 是是是 咱得了解 这个我得问问好那 你跟澳大利亚人谈过恋爱吗 因为我是真的很爱很爱就是澳大利亚人 尤其是摩尔本的人 因为我当初我第一次去摩尔本的时候 在那边有待四天 嗯 然后呢我一路走 我一路走虽然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有很多很多朋友 好像这个城市有很多人都认识我那种感觉 比如说这一天 我先去一下就是那个 呃 城市的博物馆展览馆 然后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呢 我让他拍照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呃 呃就是有一个父亲 他带着三个孩子 然后胖胖的那种 那时候我还能走过 然后说 嘿 他说你需要一个大大的微笑吗 那我在拍拍照嘛 他说 我说好你给我一个微笑 就把他拍进来 诶 诶是他吗 诶对就是他 太可爱了 哦他主动请你帮他拍一张照片 对对 他是给我一个big smile那样 他嘴脸得很大那样的 露出八颗牙齿 好可爱 我来到这个展览馆的时候 又碰到他了 然后他继续跟我聊 他说 我再给你一个大大的微笑 你又没有把我那个照片卖掉啊 它很值钱 然后我说 我说是啊 我就敢把他卖掉 然后换一张门票这样 嗯 然后这只是一开始 然后再后来 我可能在地铁站的时候吧 然后呢 我穿了一件T恤 这T恤上写的是 I don't need another hero 这意思就是说 我不需要另外一个英雄了 对 然后 哎呀 英雄所见烈土 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有一个 有一个澳洲人他走过来了 然后他当地的澳洲人他就说 他就读我这个T恤 他说你不需要另外一个英雄 他就说你收集了很多英雄了吗 我说不是啊 他就说那怎么回事 我说因为我就是英雄啊 然后就笑 然后这样就拜拜了 就是他的思维可能会相对来说 比较直线条 对 就是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我可能去超市 我在家里面选东西 我戴了一个帽子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人 就是李霍元 他推着手机车 然后走过去 走过去看到我 然后又走回来 就这样说 嘿 他说你的帽子很酷 然后就走了 就这样子 所以我一天呢 我一天的话就是 虽然我一个人在旅行 我感觉不到陌生 我感觉我很亲切 我感觉我好像住在这个城市里 一样 反正每一个人好像都认识我 所以我是真的很爱很爱 墨尔本人 就刚才好那那个新身体会 独在一厢为一客 是 而且还不像就是说在中国 咱们长得都一样 这个别的城市那种陌生感 对 但国外好像还有一点害怕女孩子 她还好从一个大大的微笑开始 这种正能量 这种热情就陪了你 忍忍一天 对对 这个经历我觉得挺幸福的 你看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谈话 非常的愉悦 可以说在两个城市神游了一番 是 其实也是两种生活状态 在节目里的展示 一边可能是积极向上的 让你一直往前走 很有动力的 一边是可以让你静下来 晒着太阳 露出一个大大的热情的微笑的 在人生当中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觉得都有两种性格 一种是快的 一种是慢的 只要是你选的 只要你做的是你选的 你就是幸福的 在此我也想代表 城市一对一的所有的 这个台前幕后的导演 祝愿大家生活幸福 这是我们每一天活着的本真 要谢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 谢谢每一位嘉宾 好了 下期节目再见吧 再见 下一期再见 我们上 fo 点击 松洫 到